321台南旅宿王正式上线 我们也请我们在场的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为提升台南市观光博物品质 政策台南路官民宿业政大叔和电邦出行 提供完全便利的搜索机制 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业建议台南路所望 双向政策平台系统并充专台收入 专业最大路由网站出发外社合作 在月日市教育政策政策 可用既加回 那这个旅宿网的特别就是说 我们把所有在台南的合法旅宿 全部都放在这个网站上面 所以包括300多家的业者 还有所有这些旅宿业所提供出来的优惠 都放在这个页面上面 那这个页面在 现在大家如果输入我们的网址 其实就已经可以找到它 那比较特别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次交了全球旅客评价 意思就是我们跟 这个Advisor的合作 就是让所有曾经入住过的旅客 都可以上去评价 而这个全球评价都会留在这个网页上面 所以所有的旅宿的资料 它相对是公开透明的 也就是说业者在这个部分呢 也当然要更注意了 因为所有住过的人 都可以在这边留下评价 那所以它的群众性会更强 它的服务的透明性也会更高 我们非常非常荣幸也高兴 能够与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 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是台湾首个政府单位 跟我们一起合作 其实台南呢 在我们旅行者 TripAdvisor平台上的评论中 是颇受好评的 今年呢 台南已经有30家住宿餐厅和景点 获得了TripAdvisor的一个荣誉奖项 我们叫做卓越奖 平均来说呢 这个奖项只颁发给大约全占10%的商家仪 所以在台湾话说 总是非常赞的 台南好啊 罗市政府非常感谢国家专业支持和协助 照顾跟TripAdvisor共同搭着台南旅游网 让世界国家的路客 透过北台减加涉载台南 自身也减加透明和国际化 希望市民可以多多支持 让台南市加作是观光路上的目标 越来越成功 台南旅游网跟TripAdvisor合作之后 变成让台南式的观光产业 得以跟国际接轨 变成世界各地的人 他透过网站就可以知道台南的 这个旅游方面的这个状况 然后呢 也接受了 他们可以除了看我们本身的介绍以外 自己饭店介绍自己的设施以外 也看到 也可以看到 住过的旅客 对这个饭店的这个评比 我这个是最切实的 所以我是说他是国际化 台南市的观光产业跟国际接轨 更迈向国际化 另外一个是更透明 更透明 然后更这个公正的这个评比 这个也代表了台南市 各个旅馆业者本身的信心 跟自我的期许 愿意跟台南市政府 往那个观光乐园这个目标来共同迈进 我觉得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感谢的 为国际书客 多多利用台南路索望 接着去一直到完蛋过后 古板台南路索望 抽中多年 年载六周 周周抽中 每周推出三项由台南特票座 只要参加多年 就有机会得到 免费台南路索大索更 和表演农党问票顶 多项好类 欢迎市民邱约参务 请订阅明星星wynn 请订阅明星